我希望有一个很大的旅游,巴士,可以定期地带他们到外面去走走,去玩,带他们去听听音乐,听听唱歌,带他们去看电影,带他们去游乐场玩,然后带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品尝一下不同的美食,让他们跟我们接触多一点,让他们开玩。 从已超过半个世纪,但是在她的脸上却找不到医师的岁月痕迹,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很羡慕她的啦,那除了得见独厚以外啦,我相信她一定是有一套持之以恒的修身方法呢。 心情开老,就是青春长寿不一之法,要懂得忙里偷闲,可以平衡我们生物上的压力,借包饮包食,要多做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循环,最重要就是要懂得自己的优点跟长处,跟懂得朋友的优点跟长处,那整个世界就是最美丽的。 我最喜欢吃零食的啦,好像啦,杏仁啦,药果啦,我都会通常都放一包在身上, 身边的,随时来补充自己的能量,好像这个叫救命痘。 我真的要看清楚,没什么痕迹。 什么痕迹啊? 那不用说啦,你明白我讲什么。 你就没有什么痕迹。 刚才听你那个确定的Saxphone也气很够,我相信除了我以外呢,很多人都想知道你有什么秘诀。 秘诀,这是没有什么秘诀。 所以Saxphone是我喜欢,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每天都追? 嗯,差不多啦。 但是讲那个音乐方面呢,我是后辈,那我就跟你学习。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厉害。 因为我学钢琴呢,就从小八岁开始学啦,有交学费给老师啦,你是无视之通的,不是更厉害? 你自己学的吗? 学费我就交了很多啦。 交给谁? 交给我的儿姐啊,我吹Saxphone,我的儿姐是我的启蒙老师。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他,从他小学的时候他教我。 但是呢,教了一课。 就放弃你了? 就没有教他。 觉得你有天才,就觉得你,不教我。 他已经看清楚,这个爸爸可能比我更厉害。 所以不要教他这么多。 没有没有,后来我就自己买书,那个音乐书来看。 因为我自己学,自己学的,那个进步不大。 所以到现在。 你还想,你还想进步到哪里的地步? 那,起码要。 可以开演唱会的之类的吧。 可以跟上你的钢琴吧。 我看过你当当厨师。 那个教师。 田在山。 田在山。 还有松上云霄的。 就是你骗了我们吗? 我给你骗了。 那是戏里面的角色吧? 那应该你是真的,是真的会。 因为,因为我做得好啊。 演技好。 演技好,我投入。 所以呢,你们也很投入去看。 所以觉得我是很好的那个厨师。 其实我做得好。 但是我,你来到,你来到马来西亚,来到这个地方。 我总是要你下厨。 来检一下,你到底是会不会煮的。 好。 那我,任南山。 进我给你骗了。 真的以为你很会煮哦。 可能你真的是现在也骗我。 你根本很会煮。 等一下我自己看。 好。 你给我一些评价。 好。 好不好。 许多人都会听过这个名字 于人生 算起来到了今天已经近130个年头了 好不容易的既往开来 从小型家庭企业到放眼全球的上市公司 把中医药业发扬光大 1879年 创办人于广离开家乡中国佛山 来到马来西亚开创事业 多年来每一代的经营者都抱着既视为怀 关怀众生的理念 致力今年及提供品质优良的中药和中药保健品 至今已把传统中药推广到东南亚 港澳 澳洲以及欧美等地 根据研究报告 燕窝除了含丰富胶原蛋白 还含有促进细胞分裂激素和表皮生长因子 这两种因子能促进人体细胞再生 有助病后复原也能使肌肤光滑 要怎么样来看这个燕窝是好跟坏的 你要如果要把看好的显好的燕窝来讲呢 首先要看这个燕窝到底是山洞的燕窝 还是在雾里的燕窝 山洞的燕窝来讲呢 因为它的脚和臂来讲 都可以看到这个比较深色 而且带有墙壁 就是那个山壁的那种颜色的一个差别 同时来讲呢 燕窝来讲是很活的东西 很活性的蛋白质 它的外表来讲呢 看到的光泽 有光泽的才会算是比较好 你不是今天要煮燕窝 我今天要煮燕窝 但是我又知道用什么方法是煮呢 才能保持燕窝的营养 煮燕窝来讲很重要的 就是先要把燕窝泡在水上 泡在冷水 但是不要放普通的水 因为自来水来讲带有粒嘛 是COVID嘛 那如果你放在自来水就会破坏到它的某种水溶性的蛋白质 最好是放dissue water或者是矿泉水 这个燕窝洗的时候来讲最好是先冲洗过 然后再去泡水 因为燕窝是水溶性的蛋白质 你泡的水来讲呢 它会溶解在水里面 它等下融融的不电了 你把那个水倒掉了就把营养倒掉了 所以你泡水那个 那个水也要用 对 拿着拿来 哎呀 我每次把它倒掉啊 那你就拉掉 我的领养都去了一半了 哎呀 真的是学到一门学问 在煮的过程来讲 你如果放到炖中里面去炖的时候来讲呢 最好是用冰糖炖 冰糖 冰糖跟这个燕窝呢 它就是有润肺的作用 而且它可以使它百姿的味道都飘出来 哎 你吹Saxphone也需要 对啊 当然 我唱歌也需要 所以我问很多问题关于燕窝了 等一下我注意你吃 真的吗 尤其是好的燕窝 如果你加其他东西来讲 味道就没有这样香了 就破坏了味道 咸的不可以 咸的来讲 应该燕窝来讲呢 其实冻到咸的东西来讲它会瘦素 嗯 燕窝就不好吃了 就本来这五倍变成三倍 对 不值得 它真的会把水分排掉了 那等一下我去弄给你吃哈 要甜的 要甜的不要放太多 冰糖 对吗 对 我们去请你们 先喝这杯 哦 喝了这个来试试吧 来来来 我们要再切 干杯干杯 今天我跟师傅学了两道菜 第一道菜是用烟锅 师傅 这个菜是怎么名的 这是我们冰糖烟锅 嗯 那烟锅的准备很多的 这一道菜用哪一种烟锅 我们选用了印尼的冻烟 它有带有淡淡的香味 嗯 和口感 好 那我们开始了吧 好 我们就来 我们第一个步骤 就先蒸发了我们的烟锅 蒸发之后 我们就直接放在我们的窝里 放冰糖下去 嗯 还有跟这个净好的烟锅 和正好的烟锅 一起放下去 好 然后再加300ml 温水 我们就把它盖好 好 然后 在哪边 在 放在我们这边的蒸炉 蒸炉一定要给它高温 高温 90度 好 高温90度 两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好 好 那我们就完成了 完成了 来 师傅 第二道菜叫什么名字 我们的 蛋龟玉竹蒸红斑 嗯 那这一道菜有什么气候的价值 它有血液循环 嗯 保温 和暖身 我们的蛋龟 经过处理切片 切薄片 切薄片 然后它呢 比较容易出味 对 然后清洗一下 嗯 这个很香 一煮也是 经过蒸炉 然后 再蒸 30分钟 然后我们那个材料放在下面 对吧 就放在我们的鱼 鱼的表面上 表面上 嗯 随便放就可以了 随便放都可以 到现在 现在我们就打去蒸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我们开始了 好 这个很棒的东西 放进去对吧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 好 好 那我们关起来 就关起来 就关起来 这里大概等 12到15分钟 12到15分钟 我们看看 对啊 好 等一下不回来 好 谢谢 过去 除了日常饮食中加入一些中药 来达到药疗与食疗的功效之外 当然也可以采用中药保健品 为了确保制药过程达到最高品质保证 集团将西药的科研技术融会中成药的生产过程中 10万集无层制药区以及外包装区不但中门分隔 每个制作房间都有独立温度电脑监控 秉承天然为本科研为证的制药要求 厂房的生产技术和测备均达至国际认可的水平 而两间分别位于吉隆坡及香港的药厂 已取得优良药品生产作业规范GMP证书 食疗保健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修哥除了亲自下厨之外 还品尝了好几道具形色气味的菜式 全面的中医保健 当然少不了望闻问切 然后对症下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ETS 厘房间咱们炸一下 参加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KUSH 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Dagc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CYK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CYK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CYK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功于神地市場 CYK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